哈囉大家好,我是中庄姐的鳥師 哈囉大家好,我是中庄姐的佳寧 今天跟各位報告一個重大的消息 我們兩個養了寵物倉鼠 對,現在都已經上天堂了 對,我們今天拍這個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這個過程 其實已經過了蠻久 但是只要想到他們就是還是會很難過 因為他們就是陪伴了 就是 嗯 幹嘛 阿胖的過程呢,其實他在一年前 他其實有一個假死的狀態 他剛才就是睡在這上面 然後下一秒就跑來這了 因為我在幫他準備他的飼料 這是在睡覺吧 還是他人不舒服 你要不要摸他一下 他怎麼了 好像人不舒服耶 還是他在睡覺 我不知道耶 不要嚇我耶 不要嚇我耶 我以為你應該中暑耶 我想說我房間開冷氣 你在吹吹吹 你在吹啥 你在吹啥 睡太熟了 我爺爺那個肚子看起來好像是中暑耶 他剛剛那個我真的被嚇到了 阿胖呢 就是在四月份的時候 體力瞬間衰弱 不吃飯 不喝水 那我發現他吃不下飯的時候 是因為我都有給他們一個程序 哎唷 鼻鼻喔 鼻鼻出來了唷 鼻鼻 鼻鼻 第三步做這個 我才就進去了 給我去 鼻鼻 好可愛 鼻鼻在這裡唷 這裡嗎? 是嗎? 好像發現不是 你都會放這裡耶 對啊 有齁 然後那時候就發現說阿胖一開始的狀況是 他每天都會跟我拿 可是呢 他都吃吃未吃 他開始不會清理自己的毛髮 現在我們阿胖突然就是毛髮也不整理 動作很緩慢 然後也不怎麼吃東西 然後一口氣他也很喘 然後眼睛感覺很無聲 現在在幫他掃這裡的籠子 好燙燙 超神奇的 喔 這個好不好 還要幫你買吃 不吃了嗎?這個呢?這個呢? 沒有胃口 今天一起一直睡 從早睡到晚不再睡 動力很差 他寧願幫你拿 有在喝嗎? 有 同時呢 發現說他們的眼睛有不明的液體 而且他們越喝越多 流越多 他現在就開始流眼淚了 嗯 我的寶貝阿 然後他手都沒有力 但是大家要跑步 你看 這是Baby的眼淚耶阿胖 哇是多麼不舒服的一件事 你看 為什麼要爬上去 阿胖 阿胖 是非常勤勞的一隻藏鼠 他每天你可以看到五十二 跑輪子啊 他都在跑輪子 在他要離開前的時候 他的那一陣子是沒有在跑的 嗯嗯嗯嗯 怎麼了?他為什麼 吐頭去那 不知道我剛剛都沒摸 我發現他不太喜歡讓我看到他 很脆弱的樣子 你剛剛不是餵他對不對 對 他就好好讓你餵 可是我每次一餵他 他就會好像要躲起來這樣 嗯 阿朵 有沒有感覺他就是想躲我 而且他都聽得懂我叫他什麼名字 我現在感覺就是在靠北最重要的 第一天看到他這樣難過 現在他就可以漸漸比較習慣 因為他以前漂亮也是這樣歪一挖 然後他又一直吃那個 他為什麼要一直去咬 然後又不吃東西 我跟阿胖都互相交流 就是在那個陽台上面 看著我 然後說 欸是不是有東西吃啊 然後我想你啦 他都在那邊說 他在臨走前的時候 他的最後一刻 竟然是跑去陽台上面 離開了 嗯 大家看到的畫面的時候 是他已經 或是 很黃軟啊 很黃軟 所以他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他是在下面 太厲害了 他的身上很乾淨喔 因為每天都有幫他擦 他在最後一刻不行 然後他想要 他自己就自己爬上來 我想說他喜歡 上面 因為他都在 在這裡 在這裡跟我打招呼 你很棒的很棒的 沒關係 接下來就是 Bibi 他在七月份的時候 就突然 快要講幾一週的時間裡 食慾不振啊 大小變 變少 行動緩慢 然後他還會很想要去 滾輪 但是他就是變得用走的 好像在復健一樣 其實我們那時候 已經有做好心理建設 所以我們也把Bibi 從原本的小木屋 到了後續的那個整理巷 那小木屋其實一開始 因為就是 Bibi從董事的時候 他就一直住在裡面 所以他很喜歡裡面的那個 空間 看得出來 Andy你看這個是什麼 你看一下你懂不懂這個 滿外露嗎 還是青春豆 好像是青春豆耶 要不要貼豆豆貼 好大喔 我們要分析這個東西 這個天氣熱 連會造成這個豆豆的滋生 因為有細菌 然後毛孔就會出大 就要適當的清潔 欸不要摸 你手上都細菌不能摸 我剛洗手了 噢 那就好 好不好 不要摸 不要發眼 欸這個 不是青春豆是不是 我錯了是不是 你幹嘛 你幹嘛什麼外露尷尬了 我們討論錯誤了 他也尷尷 太羞了 太羞了 收起來了 對嘛 你要收起來啊 這是BB BB在睡覺 我們來看一下BB為什麼會睡覺 其實他們睡覺很自然 很喜歡外露 BB我回來了 BB啊 但是為什麼要換到整理箱的原因 是因為整理箱的空間是 比較平面式的 比較不會高啦 也許他老的時候就不要跑上跑下 BB就是差不多一個禮拜的緩慢期間 今天他的狀況就是一樣行動緩慢 而且他東西都在後面這邊 他都沒什麼動 只是說行動變得極度的緩慢 什麼都慢慢來 像這樣的東西他都咬不到 可是他昨天做一件 讓我覺得很難過的是 BB他是不在人家面前跑步的 他就偷偷跑 然後他昨天一定是發現說 他怎麼老化呢 所以他一直讓自己跑 自己跑跑跑跑跑跑 後續就沒事了 瞬間體力又回復好了 對 像個閃電一樣從A會跳到B的感覺 秀秀秀秀 你在幹嘛 欸你你看 你把他那麼高幹嘛啦 你看他 BB啊 BB來 他就是已經是一隻非常活潑亂跳的一隻倉鼠了 因為BB就是一個 他的態度是 我管你是誰 I don't care but I love you 就是這種概念 兩隻倉鼠的個性完全截然不同 BB在這次離開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非常突然 可是其實我那時候有一點前兆 他在前幾天的時候有嘔吐的現象 可是我那時候沒有錄下來 因為他只有 然後就結束了 他要離開前的時候 他的食量 我覺得有略解蠻多的 BB其實他是突發性的 對 離開因為他其實是 上完廁所才剛出來就 走了 對 BB不一樣是他的毛髮是 健康的 就是有整理過的 可是他胖是沒有整理 剛剛一回來他就發現是這樣 他身體硬掉了 然後他都沒有尿尿了 哇 因為倉鼠會假裝是動面 對對對 可是這我不知道是不是欸 因為他眼睛是有點半睜開 然後身體硬掉了 他的毛色是他有在整理 所以摸起來他現在是冰的嗎 摸他想摸他 他身體是冰的 他腳有點發黑欸 已經做好蠻多次心理準備 因為其實BB他好奇的狀態 有時候不太正常 就覺得說他可能隨時 就可能有一天會離開 我已經幫他買好飼料了 幫他買很多小餅乾 不可以啊 阿胖就不一樣 阿胖就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所以阿胖的轉變是蠻大的 可是BB他原本就很懶惰的一隻老鼠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那個反差感沒那麼大 我覺得生命很無常 其實人阿或寵物他們 你都是會有一個 守命 尤其像這種倉俗 守命是兩年至三年 跟他的感情 就是感覺每天都陪伴在我們身旁 不管你今天開心 他也是一樣 你不開心 他還是一樣 對 有一點是你可以藉由他 讓你抒發一些心情等等 因為現在他們兩個離開 然後整理箱 我們就放在一樣的地方 有時候就會覺得說 整理箱放在那 他們是不是還在 就是會變成說 整理箱那個是一個精神的 衣味 你們懂嗎 就是那種感覺 其實很多人也問我們說 就是 怎麼都沒有破他們的影片 其實我們都有一直 一直在紀錄 我們的互鬥到親密指數 還有是 如果我抓一直抓太久 BB他會故意用牙齒 然後就是給你這樣 咬你 就讓你知道說 你不要抓我了 可是他沒有想要咬你 好那今天大概是分享到這 就是我們與我們兩個小寶貝的過程 希望在鏡頭面前的你們 你的寵物都能夠身體很健康 然後每天都很開心 寵物給我們帶來是很多 很難能可貴的一個回憶 還好現在科技很發達 你可以用影片跟照片記錄起來 就是你以後唯唯去看的時候 他們從小到他們離開 就是哇 不可思議 真的就是 然後如果各位想要看他們更小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看我們有一支影片 就是那時候可以這樣整的影片 對對對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分享到這邊囉 希望我們影片記得幫他喜歡 並且分享還沒訂閱觀眾朋友 記得幫我們訂閱觀眾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掰掰 掰掰 看一下皮皮的什麼事叫 其實他們的睡覺很自然喔 你寫得很快樂喔 那你剛剛 strips喔 因為這個小朋友 因為那個小朋友 我還是有心理的 我也是不想她 我也是有心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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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她也沒想過 我也沒想過 你可是我 你會兒 我不會嗎 我不是不想她 你我還是會兒 我老大妹 那你不要